华为Mate 20 Pro对iPhone XR能完胜吗? 时间过得很快 从落架独领风骚到iPhone无人能敌 再到众多国产手机分纷崛起 也是一代人从清风时代到结婚生子的距离 不比从前现在的消费者想买手机 那选择简直是多的不能再多了 安卓阵营有三星华为小米 iOS亦有iPhone 二者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十数年 那么目前5000元价格范畴内的 安卓代表作华为Mate 20 Pro 跟今年iOS最新的5000元代表作之间 到底能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华为Mate系列通常都采用比较保守的偏商务设计 但是在本次华为Mate 20 Pro上 却发生了不小的改变 上手华为Mate 20 Pro 第一感觉就是曲面屏温润 搭配正反面的3D曲面玻璃 与机身的8曲面设计 正反都有弧度 所以手感上看起来脱脱的直5线快 另外华为Mate 20 Pro 搭载的6.36英寸NLINE流行屏幕 屏幕尺寸比较大 另外由于曲面屏 所以对一般人来说 单手操作没有问题 在配色方面 除了传统的黑蓝玫瑰金 除了传统的那些黑蓝玫瑰金之流 华为Mate 20 Pro上线了肥冷脆色 搭配微米及光光石刻工艺 在阳光下流光溢彩 特别的好看 重要的是背板还不会沾人指纹 至于iPhone X2 苹果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说尺寸 屏幕 摄像头 这些必要升级的部位 好像整体外观就没什么变过 以至于小便总是保存着 历代iPhone的大颗影 以免出什么客观错误而丢了饭碗 与iPhone X2的旗舰新机 X2相比 X2的面积则略微宽厚一点 介于X2和巨大的Max之间 至于材质吗 iPhone X2 强了压光铝合金设计 屏幕四边的推边 几乎等分 所以手机看起来非常具有对称美 上手握持体验也非常不错 不听不动 很实在 在屏幕上 iPhone X2强了6.10寸LCG屏 这块屏幕被苹果称为最先进的显示屏 不过我们现在看来也是最便宜的屏幕 其实这块屏幕的处理工艺还是比较复杂的 主要体现在平用弧线部分 苹果在更小的空间内置入了2.5倍的LED 同时弧形玻璃也包含 扭板在内的面板满美贴合 这让屏幕表现更加的细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